各位好,我们闲话少叙,书接上文 老乡这层关系,可以说是在非血缘关系中最亲,最近的一种 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他乡欲顾之,只要不是债主上文师 虽然说也会有老乡,背后一枪 但是呢,乡婴总是要亲上三分 亲不亲,故乡人 那么这个母子关系,兄弟关系 老乡的这种关系 又有一种什么内在的联系 这个内在的联系,就是吃 说白了,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 其实这个母子关系 也是吃与被吃的关系 而这个兄弟之间 相亲之间 则是同时吃 或者共同吃的关系 这个很多人 读过这个汉书的 都知道 刘邦啊 虽然说 得了天下之后 也是 这个 投入 功臣 想着发了 找 过去战友的不是 但是 但是啊 对自己的老乡 特别是 生同时 居同礼 学同时的 这个老乡啊 还是能够网开 一面 哪怕最后 如晚 他们家 造了饭 也是呢 多多少少 有点老乡的 情意 啊 所以啊 这个吃 在中国人的 日常交往 和长期的 繁衍 声息当中 是天大的 事情 这个 既然 是 同吃的 关系 那么 也就是 相当于 一种 血缘的 关系 共同 获取 生命 共同 延续 生命的 关系 而这个 母亲 这个母字 在这个 说文 解字 当中啊 说这个 像 这个 什么呢 就像 哺育 生命的 乳房 和这个 乳房的 乳子 也就是 有乃 的人 苍结 造字 苍结 这个 义书中啊 就 有 两个点 有两点 者 像什么 像 人的 乳行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 喂乃 的人 所以说 无论 从这个 甲骨文 金文 都 无不是 有一个 硕大的 乳房的 女人 形象 这就是啊 我们 母亲的 母字 也可以 这么说 有乃 便是 娘 其实啊 喂乃 这个事儿 看似是 寻常 意义啊 却 重大 因为这个 婴儿 无奈 便 不能够 存活下来 也不能够 健康的 成长 可以说啊 是 命之 所惜 而这个 母亲 补育 儿女 啊 则是 直接 将 自己的 生命 赋予 下一代 可以说是 命之 所 父 生命的 接力棒 从 母亲 这边 付出 给 儿女 这 就实在 是一件 了不起的 事情 所以呢 也 理所 应当的 得到 回报 啊 所以呢 赡养 老人 啊 孝顺 老人 也就是 天经 地义 否则呢 在 传统社会中 啊 则被认为是 禽兽 不如 所以 当这个 李鬼啊 被 李逵 捉住 啊 要 这个 取他 性命的时候 啊 李鬼 才 说 出来 啊 我家里面啊 还有 这个 高堂 老母 啊 所以呢 李逵 也就 只好 饶 李鬼 一条 性命 为什么呢 你 如果 不饶恕他 不放过他 那 连你 李逵 自己 都 不是人了 啊 你不放过他 行吗 肯定不行